YO! 大家好我是波子蛋 我是波子機 今天要玩一隻新的手機遊戲 叫做三角戰機OL 其實也不是新的 因為我已經玩了幾天了 其實這遊戲是三角的手機遊戲 主要玩都是儲了一些英雄 三角英雄 然後升級就可以打褲館和去挑機 有很多新的遊戲 其實這遊戲我玩了一排 也穿了一排 已經玩了36天了 其實都是幾天的事 你看到我這個簽到 我也是簽了3天 其實3天我玩了36天 V4的VIP 不代表我進了V4的點數 其實我只是進了30分 升上V2 但如果我打到這個LV的時候 他會送你一個V4的體驗 就是昨天到現在差不多完結的時候 這樣就拍了 不要浪費一下這個V4 見證我V4的時刻 其實這個遊戲 你看到我暫時 我現在存了很多三星 其實是很難存的 因為每一個三星 要是打到這麼長時間送給你 因為這麼幸運 你真的抽到這個點像台 10抽必出才會出 他每天都會有一個免費的抽英雄 你看到他介面有點搞笑 有點像 Street Fighter的舊式 舊版本 很搞笑 主要是怎樣升武將 通常都是 儲齊 那些叫星品 他有兩種星法 一個是強化 他身上的裝備 一個叫星品 現在先說星品 星品就是你存到這些材料 打關卡拿回來 那你就可以 刷關卡拿到它 例如我這個魏婷的加2 如果我加3的話 例如要打到的關卡 要抗喝掃蕩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肉 不過我玩也沒有肉 沒辦法 基本上這幾天 不斷換取體力 其實也不算貴 頭一兩次都是50元寶 很快送的 基本上幾個遊戲有很多元寶 超多 上一層他又送很多給你 我差不多是 花了幾千元寶 但我增值之後 增值了200多元寶 不是說笑 是真的 因為他有這個 我先說一下我怎麼升 太容易賺 基本上也不用 也不用 怎麼負荷營用很多很多很多的炎寶 嘩 還升了 基本上是 這樣刷就下都可以升了 已經有37 什麼 專為女性武將準備的關卡 咦 原來我安裝了新東西 37才有 OK 有新的演武 明將演武 喔 蛤 蛤 大哥 我正在介紹 我還在升 不要緊 我先打完 好了 這是專為女性而打的嗎 一件上陣 我只有三個 夠抽嗎 我怎麼升女哥 除了孫上香之外 還有這個星彩 算了 先出試一下 戰鬥方法 然後呢 就是要按一下你的武將 對 然後 當去到 那顆圓圈 到圓圈的時候 就可以再按一次 就變成完美 按第二個角色 對 先有次序可以不同 例如現在先出了孫上香 然後再出星彩 按星彩 對 你看到角色上面有寫技能 代表可以出技能 那 他有兩招技能 一招技能就是普通技 普通技就是有不同的角色 一招大技 大技 大技就要充滿那行橙色的巴 才可以出的 例如現在試一下 出技能 出技能 對 那招技能應該要看武將才知道 暫時不記得這招技能是甚麼 好 給孫上香打 孫上香打孫上香 哇 救得很痛啊 會不會不夠抽啊 那被人打呢 打人都可以充滿了 那種橙色巴 就會出必殺 必殺怎麼出呢 就要按住這個角色 然後拉上去 對 哇 嘩 嘩 抽得很多人不知道 我想為何不出必殺 哈哈 然後再出 算上去必殺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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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死了 現在我們再普攻 那通常呢 你出完必殺是不算你攻擊的次數 所以其實可以再攻擊一次 現在 全都可以升級了 那你看到我本身就是兩塊肉 在這個 艾亭的樣子上面 對 現在升級了 加三 嘩 嘩 一夜加成千多血 嘩 你看戰鬥力加成幾百 很多了 真的 你看到我差不多玩了幾次了 二萬二啊 不簡單 我一開始玩幾次都很難 慢慢升上來的感覺是很有成功感的 通常這些 升級強化武將的遊戲都是這樣 但是呢 這個遊戲不單止是挑機的 它有一些小遊戲有改的 例如這個呢 關羽我要 很搞笑 你以為好像是賭檔 原來有人跟他賭 原來不是的 原來是雜跡仔的 對了 這個雜跡六顆都是關羽 今天最不怕 嘩 我平時很少一次 我雜到四顆 嘩 等一下 可以改頭 我可以再頭 第二次會不會是關羽呢 關羽 六顆關羽 那就有關羽碎片的了 哎呀 差點啊 我可以再來嗎 今天最好最佳的就是第一個人 第一次錄個關羽 我上次摘過一次 全部都是關羽的 哎呀 沒有啊 兩個兩個 兩個 哈哈 沒有關羽 對呀 那越多關越頭 基本上你的獎品就越好 對呀 趙雲的長槍 所以我在想 以為是在玩什麼 玩槍 玩那支槍 不是 其實它很過癮 它是一個搭橋的小遊戲 很搞笑 那 對呀 金珠螢幕 就可以拉長那條橋 就是這樣 這個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對了 總之不要太長 太長掉到街 太短又掉到街 剛剛好就完美了 不停地拿到獎品 真的 真的 你不要小看 但是我好認真 我最多玩了30多 我好像好像30多 哇 差點四個 好 可以看得到 這個獎品很容易賺 你看看我這集 我可以到 幾多下 啊 要不要快播 不要太容易死 哎呀 簡單 已經賜湊 耶 你明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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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每天都玩一次 好像只玩兩次 哎呀 算了吧 另一次我留在自己,每次玩三次套材 歷史最佳是多少?我最厲害是40次 不知道大家玩這個遊戲可以玩多少次 說回強化自己的角色,才看到我還有這麼多錢 除了升品之外,可以升級 升級暫時只能升到現在最高的level 現在好像是37厘,我現在可以升到37厘 我就用自己的經驗走,就可以直接升上去 按住就可以保持著灌它走 灌走?灌你先上香? 啊!醉了! 它是不會醉的,只是升級而已 因為其實資源有限,你真的要限制星期一夜 這個星星,顧名思義由1升升2升3升增加了很多攻擊力 升到最高其實是6升 所以我暫時沒看到人有6升 然後就是升技能 你看到技能呢,其實如果你看到星也升不爆 因為技能其實有限,它每次都是升20點而已 而它每一點用1分鐘就弄好 其實你每等20分鐘,如果你有恆心的話 不停等20分鐘,其實很快會升爆 但是我就... 還有這個營地呢,其實它有兩個的 一個叫陣法,這個就是自然unlock了的 那它...呃... 好像30厘左右,還是20厘左右就會unlock到的了 那它可以做什麼呢?陣法,就是加全體的生命和攻擊力 那你可能前排就升這個技能 那它主要是升前排的血量多一點 那它就用這些陣法點 那陣法點當然要儲回來 這個3個字就剛剛36就unlock了 那它就說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儲齊一些陣型 例如3個這樣 那又會有加成的 那還有呢,你如果要升它的中性度 又會有這個先手值 那先手值呢,就是跟兩隊挑機 哪個先手值呢,越是高就可以先打 好了,升完了 那現在呢,終於來到重頭戲了 沒錯,因為這個叫煙霧 那煙霧呢,其實呢,就有兩個 一個就是火燒...火燒尺壁 那這個呢,就打很久了 那我試過打很久了 那我試過打給大家看看,它其實呢 每一關慢慢慢慢打 那它也叫我可以跳過了 我暫時先跳過一個 跳過 我以為頭幾關的時候太容易打了 它全部都是用真玩家的數據資料來打的 所以其實都是打玩家的 那這個呢,就是買buff 你每幾關呢,基本上就可以買buff 那你買buff呢,用什麼?用星星 那星星呢,就是打這關卡 挑戰越高升,越多升 那現在我現在要買...買什麼呢? 擋架,OK的 這些這些越來越貴的 那打到這樣就有這個 有補拿的,有錢拿的 那我看看打到哪一關,開始難打 欸,開始了,打了 沒錯了,因為去到二萬多戰力了 一來就已經打到這樣了,OK 可以試試跳近欄 又不要我先跳中間 我怕死,一下沉船就糟了 那你可以編回你的陣型 那我通常呢 功力呢,我會放在後面 那越高防,我會放在前面 那就是這樣,因為它前面有這個 陣法呢,就是後面就加攻擊力 前面就加血 好,好啦,我們開始了 希望夠抽啦 那你可以自動打,不過自動打就沒有完美 基本上就死得快一點,千萬不要自動打,OK 這些只是掛機才好用 那現在我就開始打了,出了招技 出了孫上香的招 全體技,對,扣得多一點 然後再出,OK 啊,魏廷 因為魏廷那招技,其實全體都可以打一下 它是後面又打一下,前面又打一下 好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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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位 好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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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位 好位,好位,好位,好位 好位,好位,好位 好位,出了,哎呀 它自動,變了自動,哎呀 有時候呢,如果你躺太久,它會變了自動 然後它會替你出招技 糟糕了,這次 我真的是自動 它自動,我就沒有perfect 你看它變了bad 有可能perfect 哎,兩下bam也不錯,嘩,三下bam也不錯 嘩,三下bam也不錯 這次自動不錯 好,是不是要殺光了 那你看到我有獎勵,我一早到達到八千 八千積分 那越高積分就越多,碎片和這些 啊,獎勵吧 好啦,那搶了這個之後呢,還有這個叫競技 競技這個,過癮,真的是挑玩家 又是,one on one 那暫時我現在挑到五百多名 不知道大家可以挑幾名 那你有幾個一見莫拜 那拜呢,就拜一些最厲害的高手 但是你有錢分的 咦,暫時沒有啊,不要緊 穩性的就挑這個五百多名 這個你沒得自己按的 很威脅的 這個 這個電腦會幫你來的 所以你就不會確保自己是perfect的 對,這個基本上看大家打 這個叫做是,平均一點點 我覺得叫做是,因為你不用 你不能下下perfect 好嗎?那你還是不相信啊,其實可以按跳過 對,我想應該可以按跳過 因為我覺得已經贏了 對了,沒錯,勝利小波子 哼 好了,又提升了75名 那升得越高名,當然越多積分 對,這個遊戲就不斷提升自己 不斷拿東西 基本上,是很夜睡的 哈哈 那我想暫時有這麼多 沒錯,如果大家有玩這個遊戲 那大家歡迎加我 那我就叫小波子 在這個八雙的 那37名 那可能你加我的時候 已經可能去到40名了 不奇怪 是吧,OK 那我想今集就這麼多 因為你都 挺積極的 對,你知道我喜歡玩一些三角遊戲 哈哈 那分享而已 如果大家喜歡玩三角遊戲 歡迎大家下載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